第403条,当事人对于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,除有特别规定外,得抗告于直接上级法院 证人,鉴定人,通议及其他非当事人受裁定者,亦得抗告 第404条,对于判决前关于管辖或诉讼程序之裁定,不得抗告 但下列裁定,不在此线 一,有得抗告知明文规定者 二,关于羁押,拒保,责付,限制住居,搜索,扣押或扣押物发环,身体检查,通讯监察,因鉴定将被告送入医院或其他处所之裁定及一第105条第三项,第四项所为之禁止或扣押之裁定 三,对于限制辩护人与被告接见或互通书信之裁定 前项第二款,第三款之裁定已执行终结,受裁定人亦得提起抗告,法院不得已以执行终结而无时亦为由驳回 第405条,不得上诉于第三审法院之案件,其第二审法院所为裁定,不得抗告 第406条,抗告期间,除有特别规定外,为5日,自送达裁定后起算 但裁定经宣施者,宣施后送达前之抗告,亦有效力 第407条,提起抗告,应以抗告书状,迅速抗告之理由,提出于原审法院为之 第408条,原审法院认为抗告不合法律上之城市或法律上不应准许,或其抗告权已经丧失者,应以裁定驳回之 但其不合法律上之城市可补证者,应定期间先命补证 原审法院认为抗告有理由者,应更正其裁定,认为全部或一部无理由者,应于接受抗告书状后三日内,送交抗告法院,并得天具一件书 第409条,抗告无停止执行裁判之效力 但原审法院于抗告法院之裁定前,得以裁定停止执行 抗告法院得以裁定停止裁判之执行 第410条,原审法院认为有必要者,应将该案件踪迹证物送交抗告法院 抗告法院认为有必要者,得请原审法院送交该案件踪迹证物 抗告法院收到该案件踪迹证物后,应于十日内裁定 第411条,抗告法院认为抗告有第408条第一项前段知情刑者,应已裁定驳回之 但其情形可以补证而未经原审法院命期补证者,审判长应定期兼先命补证 第412条,抗告法院认为抗告无理由者,应已裁定驳回之 第413条,抗告法院认为抗告有理由者,应已裁定将原裁定撤销,与有必要时,并自为裁定 第414条,抗告法院之裁定,应速通知原审法院 第415条,对于抗告法院之裁定,不得再行抗告 但对于其旧左列抗告所为之裁定,得提起再抗告 1、对于驳回上诉之裁定抗告者 2、对于因上诉于其声请回复原状之裁定抗告者 3、对于声请再审之裁定抗告者 4、对于第477条定型之裁定抗告者 5、对于第486条声明一意获益一支裁定抗告者 6、证人、鉴定人、通议及其他非当事人对于所受之裁定抗告者 前项但书之规定,于依第405条不得抗告之裁定,不适用之 第416条,对于审判长,受命法官,受托法官或检察官所为下列处分有不服者,受处分人得申请所属法院撤销或便跟之 处分已执行终结,受处分人亦得申请,法院不得已已执行终结而无时亦为由驳回 1、关于羁押、拒保、责付、限制住居、搜索、扣押或扣押物发环,因鉴定将被告送入医院或其他出所之处分,身体检查、通讯监查及第105条第3项,第4项所为之禁止或扣押之处分 2、对于证人、鉴定人或通一颗罚环之处分 3、对于限制辩护人与被告接见或互通书信之处分 4、对于第34条第3项指定之处分 前项之搜索,扣押经撤销者,审判时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,不得作为证据 第一项声请其监委5日,自为处分之日起算,其为送达者,自送达后起算 第409条至第414条规定,于本条准用之 第21条第一项规定,于申请撤销或变更受托法官之裁定者准用之 第417条,前条申请应以书状叙述不服之理由,提出于该管法院为之 第418条,法院就第416条之申请所为裁定,不得抗告 但对于其就撤销罚还之申请而为者,得提起抗告 依本编规定得提起抗告,而物为撤销或变更之申请者,是为已提抗告,其得为撤销或变更之申请而物为抗告者,是为已有申请 第419条,抗告,除本章有特别规定外,准用第三编第一章关于上诉之规定 第416条,抗告,除本主誌 不得报告, 性计刑 第416条 抗告 第416条,抗告,除本主誌 看一断 第716条,抗告,除本主誌 看一断 第316条,抗告 及后一次危误定得起来